很多是三十歲以上 就不行 三十歲以上 超過二十鐘頭以上 就不會過去那邊玩 你咧幾歲啊 我二十七 你也快囉 快啦 三十七歲 兩年 韓國當兵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啊 裡面是不是真的會被學長揍 以前是會 我因為我十年前當了病了 那時候還是會打 我感覺你看起來是打的 我不是打的 你是不是會去不學弟 因為我也學弟的時候被欺負 所以你也要欺負學弟 就是有一個 怎麼說 是大病裡面的傳統啦 對 你應該要打錯這個傳統啊 後來沒了 但是 你多欺負得多嚴重 應該是我被欺負比較多了 就是我們會被打到那種 看不到的地方 胸部或者是打這裡 因為穿衣服看不到 用踢的嗎 對 踢的 然後被打的時候 不動的話再被打一次 被打的時候一定又不能動 我剛好奇耶 之前那個崧慧喬演那個韓劇啊 霸凌的事情 那個真的在學校很普及喔 很普遍嗎 他們的霸凌是很普遍嗎 他們的霸凌是很普遍嗎 好像韓國滿 對 韓國滿嚴重 韓國滿嚴重的 真的 韓國滿嚴重的 而且那個是真實世界 他拿那個電棒捲太不熟了 可是學校的老師 或是那些不會介入嗎 有的都假裝沒看到 對 有的都假裝不想太麻煩 不想參活在那個裡面 而且因為有的霸凌的 學生的家長都是背景很硬 或是會捐錢 會捐錢給學校啊什麼的 巨顏的一樣 對 一模一樣 你有在韓國讀書嗎 我念大學 我是國小二年級來台灣 然後大學回韓國 我大學應該就不會霸凌了啦 比較少 就是會塞垃圾在同學的 那個置物櫃啊 你有被塞嗎 我沒有被塞過 當我當兵的時候被塞過 可是我看韓國 會不會就是你塞的 韓國裡面那個什麼 人家在那個上班裡面 他們的那個就是長官 或者是比較高的總經理 是真的會打屬下巴掌 然後也會踢這裡對不對 公司嗎 公司 公司的話 比較奇怪的公司會這樣 但是應該正常的公司不會 或是叫到五點上 那肯定又是五四五十年前的事 不是 還是叫到屋頂上 叫屋頂上訓話比較嚴重 打得現在很少 以前會 但是會很嚴重 斥責的時候 不會在公司或是大廳 會叫到 沒有人 沒有人 樓梯間或是頂樓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我之前有一些朋友 不是去韓國 然後他們就說那個 因為在台灣不是大家 如果夜店沒有在 夜店什麼年紀的人都看得到嗎 可是他們說在韓國的夜店 就進去的時候還要看你的長相 然後幾歲 然後如果你的年紀太大了 是進不去夜店的 這是真的嗎 有很多是三十歲以上的 就不行 三十歲嗎 我以為我朋友是去到奇怪的店 然後他就說什麼 我快不能去了 然後他說他還要用騙的 還要用Nine的 真的 為什麼 他就說我已經不能進去 從大很多 應該是會分區 我們分區 我們去看哪一個那種夜店 因為有專屬於 三十歲的人玩的夜店 那他就放一些比較舊的音樂嗎 沒有 也不會 那沒有菜套菜的行程 來 一起 進去 多舊 可是為什麼他們這個用意是什麼 就是讓同年齡的人玩 可是除非三十歲喜歡 跟十八歲的玩 可是十八歲的就會很有負擔 對 怎麼會 會啊 夜屋上去 不要跟他對的姐姐 因為你最近不適合而已 夜屋上去 你跟他放很一氣 不過你們年紀一到 然後有個第一次 被攔在外面的時候 你們心裡有覺得說 我不能去了 其實宏大的話 我們超過二十鐘頭以上 就不會過去那邊玩 不要讓自己丟臉 對 年紀到了我們三十歲左右的話 都去 江南 江南或一條 江南比較高 江南比較高 江南 所以你們四個都是江南掛了嗎 他 他看起來不是 你還很激動 紅茶 紅茶嘛 對 紅茶 紅茶 你妹倆幾歲 我二十七 你也快了 你也快啦 快起來 沒有 快進不去了 回韓國玩 快去玩